水果清单这个例子其实就demo了 虽然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小例子 但是这个小例子其实就有把D3 他们在用的这三个关键的语法 新增更新删除的效果 有demo给你们看了 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例子出发 然后再把这个例子的精神跟 电影的那个bar chart 两边整合在一起 先做出这个 那我们上次流程差不多 就是先把HTNL界面上的东西做一下 它界面上关键是什么 有一个DIV Plus General Update Container 里面有一个SVG 先指定了一个宽高的150.100 那再来有一区是控制区 所以控制区这边有三颗按钮 个别绑了Plus还有一个Data Name 那都是对应职业用后面这个人名 但是用成全部都小写的 那再来呢当然就是要把D3带进来 还有你的Vin.js 所以大概界面上的元素它就这些而已 后来弄了一些CSS 主要让画面上的就是你的互动的这件事情 其实有一些东西是CSS就可以帮忙了 所以像这边看到的按钮移上去变动背景颜色 或是按钮被按下去的时候去变动背景颜色 所以这些其实都已经有一些些的比较有一些互动感了 但是都还不用显扣 就是你把CSS这东西放进去就能够呈现这个效果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技巧 好那CSS这边放了差不多之后 我们上次应该就是这一页正要开始做 好像是把资料放上去而已吧 好像在这附近 所以我们就从Man.js这边开始了 好所以把你上次那个project找到 然后让起来 那目前应该是有界面 然后有一些些CSS 所以移上去有点反应 大概目前进度只有到这样 然后你就把Man.js打开 好上次应该就只有做这个 我们只是在上面加了一个全域的 常数Friends的object 这个object里面有三个key 就是John, Mary跟Ryan 分别对到个别有一个array这样子 来收集他们的要吃的这个 他们喜欢的水果 好那我们就从这边再往下走哦 好那这边再往下走的时候 你同时开着HTML应该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会需要用到一些东西 好检视编辑器版面配置两列 然后可以把HTML放在这边当作参考 第一个他这边建了一个 常数SVG 然后第三点select select到 SVG 对到这边的这个SVG 接着呢 他在 select all 去对到选什么 所有Button 这些Button按下去的时候 都要去布教一个方选 叫click 像他这个语法是说 他找到这些元件 这些元件上面如果发生点击事件之后 就去触发这个click function的执行 只是刚好他用相同的名称 后面这个是function名称 前面这个是事件名称 好 那代表说如果有人去按按钮 那你就要去跑一个function 那你可以先测试一下这个连结有没有正常 就是说随便 有一个hive 确定他的确 所以在有人去按按钮的时候呢 他会跳进来这个地方 按下去 有跳进来 有跳进来这一段 你跑了这句话 所以呢 按下去的时候 上面就会跳一个hive 出来了 好 确定有进来了 好 那我确定有进来之后 可是我 进来要做什么 对 我进来之后 当然关键是我要知道 他到底按了 谁 对不对 我想要知道他按的是谁 那按的是谁的这件事情 在这个阶段 有什么可以用得到的资讯 好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 下一个 debugger 下一个debugger 然后呢 有人按下去之后 就按了这个jump 好 他就卡住了吗 卡住之后 我们来这边观察 来这边观察 那你目前 能够拿到的东西 在这边 通常这种被触发型的function 它会有一个 有一个 关键字可以存取 就是lis 这一个 这个通常代表是触发者 那什么是触发者呢 以这个例子来说 触发这个事件造成的就是某一个按钮 就是某一个按钮上面按了一下 所以那个按钮会是触发者 所以他通常会放在有个叫做lis的这个东西 DHIS 这个 去代表说 当下的到底是谁来呼叫这一方去 因为我现在有三个按钮都会进来 都会进来这个click 到底是谁 不知道 不知道是谁 那这时候总要有一些资讯提供给我 我才会把我往下做 所以 这种的程式的生育机通常 两种可能性 一个就是像这种 有一个lis可以拿用 第二种呢 第二种通常是 这种被呼叫的方权会有传入值 所以你可能借由传入值去知道说 他是谁叫他的 或是说你在呼叫他的时候 传入一个东西来做区分 通常不外呼这两种路数 一个就是从被呼叫的这个方权 丢东西进去 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些传入值 可以拿来做区分 第二个 这种机制中可能会有lis 这一个 所以这一个 可能你就可以倒回去找到 到底是谁去呼叫他了 所以当你打了lis之后发现 他在debugger这边console之后 你直接绕出来 他就是对到这颗jump 所以他对到这一颗 我就可以拿到一些我想要的东西了 好 那比方来说我要拿到 我们那时候记录了 这边 这边dataname或是这个class 其实都是有对到当前到底是哪个按钮 所以在讲义上他用了一个什么 lis.dataset.net 可以拿到jump 可以拿到jump quenst.dataset.net quenst.offger里面去找到某一个对象 对不对 去找到某一个你要存取的对象 那这个存取的对象 通常你要用什么去存 是不是前面这边有一个 这三个key 是不是太小了 这个key 好 例如说你放jump 是不是就可以拿到那三个水果了 那你放mary确定也可以拿到 你放ryan确定也可以拿到 但是我们现在希望写的是什么 你在写这个程式有点像是 你就是先把一整个舞台布置好 那等到实际事情发生的时候 要照着你所写的这个剧本上去演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必须让这个按钮的function 按下去之后 它你刚才知道 已经知道这个list 这个list可以拿到那个按钮 再你又知道 往下这个dataset.net 可以拿到当下的 到底是哪个按钮被触发 所以你把这个逻辑写进去 它就会是动态的 所以谁去按这个按钮 跑了这一段 就拿到对应的水果清单 你就可以完成这一段层次的钻石 好 所以你在debug这边测一测 测两件事 第一个是先确定 这个click function 真的按按钮会被叫进来 第二个 debug把它停住之后 去观察list到底是什么 拿到什么东西 然后dataset.net 真的可以对到这边的这个datanet 拿到这个值 又再确定用这个值当key 放在friends中括号这边 就可以对到这个水果清单 好 所以这几件事情测试 确定之后 那你就可以把这段程式码写上去 好 所以你就把这段程式码写进去 它宣告了一个const 这一个 这一个水果清单 是不是你刚才测试的 用friends 然后里面可以放list.net dataset.net 好 那你拥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下面这一句话 就是要把写了一个function 写了一个function 然后呢 要把你拿到的这个塞进去 但是现在我们还没写 所以这一行应该 这一行会有问题 我们可以先把 当下的这个水果清单倒出来 这样子 好 那你来测试看看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那待会就可以用这个资料送去update 所以update就不用管外面这些发生什么事 他只是就拿到这些水果了 所以呢 他就把这些水果想办法秀在这上面就好 好 好 所以你自己在遇到bug的除作方法也是一样 就是当你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先把它拆 尽可能的拆得小一点点 比如先用点固定的资料 或是分阶段看 在这一行的时候 你拿到你想要拿到的东西了吗 那如果这一行没有 再往前推 是不是前面这边就掉了 什么东西就掉了 所以你就没有拿到 好 那你确定用这个方法 从click就可以决定 到底是哪一组水果清单之后 那你就可以开始来写后面update这个方式 这个例子 其实也没有很长 只有一页 下面这一页 关键就这个update方式 这个update方式 你看看一下它在做什么 它说它选了 所有的文字 就是paste 然后是在svg 底下 this svg select all paste 然后呢 data data从哪里来 就从这个update方式的传入值这边灌进来 灌进来 灌进来之后的这所有 是不是就是那一笔一笔的水果 就从这个data这边进来了 好 进来之后呢 这边的写法呢 它是写两层 一层是join 进来这个function之后 里面分别有三个 三个方法执行 enter update 跟exit 是三个 好 那我们之前前面大概有用过的 其实只有第一个 就我们前面的语法里面 看一下 前面的语法 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 in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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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音 那 hjäl澐 但是espère 别再有上第一的司 ya 呢 I 在你那个BAR要现身的时候呢 它有止itez,的一个方法 叫Intrio 这个基本上就是让这些BAR 出现在这个画面上的关键 是靠这个进入 然后 là 让人家做那个动動画一样 就是进入更新 或者让那个东到Ö 所以你分别要去做这些东西的设定 那我们再回到现在这个比较复杂的东西 他把切成三顿 一个是进入要做事 一个是这笔资料如果是更新的状态 或是这笔资料应该要不见 那怎么决定这笔资料是哪种状态呢 这个就是他帮你做的 Join这边他帮你做的 他去分辨目前的这个资料是什么样的状态 如果目前没有这个东西 那也要把这个东西放进来 或是Enter进来 Enter进来之后 他要做这段事情 应该跟我们之前前面做的事情比较像 就是把这段字出现在画面上 从画面上出现的时候呢 他是怎么做的 他是先让这个资料先在一个画面的左边 所以X为-100就是这么意思 其实他是 一般你的参考的座标是00嘛 所以X-100就是在你的看不到的左边那一块 从左边那一块呢 跑进来到现在的这个画面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资料出现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从左飞进来的这个感觉 那比较麻烦的是目前的这个水火清单 可能会有很多笔嘛 所以你如果不去设定Y的话 它就会全部重叠在 比如说你全部放零 它会全部重叠在一起 所以就是说你的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所以第二笔是不是要在第一笔的下面一些些 第三笔要在第二笔的下面一些些 那怎么去做下面一些些的这个概念呢 第一个先不要点到最上方 所以它先加了一个50 再来呢 I去乘以3的这个I是index 所以我知道我的这个资料是第0笔 第一笔第二笔 所以第0笔进来的时候 它所在的位置是50 第一笔再来的位置它是80 我们记得你的参考座标是 左上角是00 所以往右X增加 往下Y增加 透过像这样的方式去做 所以你就可以去决定 这每一笔资料的位置 不会重叠在一起 它靠的是这一段 那这边在指定这个文字的颜色 以及它飞进来之后 它要停留的X的位置是30 所以它是从-100 移动到30 出现在这个画面上 那如果它发现到说 这一笔资料是既有的资料 就是原本就有 原本就有在这里面 那原本就有的资料 会发生什么可能性 就我可能本来喜欢吃 它好像是照英文字母拍的嘛 你原本在搞ray那边 假设你喜欢吃的是 你这边所看到的 比如说从Mary切到Ryan的时候 Apple跟Orange都是既有的资料 但这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性的 有Orange的位置变 Orange从第二笔资料 变到第四笔资料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它必须 还是要去刷新一次 依据当前你的这笔资料的index 所以它会有一些转变 它可能状态 就是你看到那个资料会下 移动到 它原本位置可能是比较上面的 移动到下面去了 所以这些资料我们把它也涂一个颜色 来做区分 第三种就是这个资料 原本有在现在这边不见 然后不见之后 我们就把它的X设为100i5 我们先让它飞出去 飞出去之后把它也涂成黄色的 然后再把它移走 然后来看这个效果 好 那你就第一个先让它会动吧 然后再理解它 所以你现在就要在这个画面上 再去增加一个方选 叫做update 进来 所以这个update 就可以活起来了 update进来呢 传入址嘛 把这个当下的这个水果清单传进来 传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重新命名叫做data 好 这时候它去针对this.sbg slay all past 然后呢 去把这个data 从这个传入址传进来 里面的每一笔 然后呢 对它去做下面的这一包的事情 有什么 enter update update 先把这写完了 enter一包 update一包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 离开 一包 然后你的join方法结束 这整个其实是一句话 你看一下 它整个其实是一句话 这叫lis.sbg 点 这是 算是从JOSW里面有一个framework叫jQuery 这第3里面其实有蛮多的概念 其实跟jQuery很像 它是一句话的乘数据 是一句话到这里结 尾在这里 结尾在这个地方 所以分号我们打在这边 好 那那join进来之后分三段 那我们把这三段拆开 第一段 出现的这一段 增加文字 文字 文字哪里来 就从传进来的这个文字 然后呢 去设定 一开始的位置 -100 然后再去控制它的y的位置 不要让它顶到太上面 所以先加个50 先有个50 然后再乘以index 然后再看你喜欢什么颜色 这个文字要涂的颜色 然后再来点 然后再来点 position 然后又有一个一段时间去完成 从 x 从-100 移动到 30 这个效果 Enter 这一段 Enter 这一段写完 这样会不会动 一定有 就是从左边飞进来 那再按这个会怎样 那这没有不见 但是就在这 那这个就变这样 因为没有 你没有做更新跟离开 它就只会进入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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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会进入这样 进入 进入 那没感觉吗 因为同 这跌了一次 就这样子变这样子 好 那再把后面这两段也补上去 比如说同一行写下 也不一定要换 更新的时候会去 看它这个位置 先按 这样你应该看到更新的效果 这两笔 是属于更新的 就还在 这两笔是新来的 看这个 看这个 更新 那现在这个 这个 这两笔还在更新 但这一笔没走 因为我还没写这一段 就变这样 好 那再把最后那一段补上去 再说 那这一笔 呢 所以既然这三种东西都考虑了 所以现在应该是随便乱按应该是不会坏掉 对应该是不会坏掉了 进入的是绿色的 更新的就是原本还在的 为什么会有更新 因为他可能上下位置会动 离开的往右边飞去 X150离开的往右边飞去 好 先看看 好 刚刚稍微看了一下 比较 大部分debug的过程中 应该还是顺着 双手这边的错误 就是他告诉你说从哪一行有状况 什么东西找不到 你倒回去找这样子 好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 你可能比较容易要注意这地方是 像这个dataname dataname这边 因为我们会存取到 所以你这个名字 这三个字基本上就是要对到这三个字 这边跟这边是对应的 所以你这边的key如果两边不一致的话 当然你用这个去 你什么时候会报错呢 就是这一行 你这一行去取值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拿不到了 你就会拿不到该拿到的水果清单了 所以你这个dataname这边的key 一定是跟这边的friends这边的object这个key 是相同的 那第二个 const const跟late跟var 这三个是在 教学中宣告常数跟变数在用的 所以当然你要记得 打完之后这边要空一个 就是这边可能是有三种可能 const 宣告常数 就是宣告完之后可能没什么要动它的 那宣告变数 late跟早期的var这两个都ok 目前大部分的case 你大概这两个混用都是可以的这样子 再来 其他暂时还没想到可能会有什么问题 好那我把这个main.js给你好了 欠了应该还好 你再对一下 好如果你就是还是有一些bug找不太到 你把这个打开 然后 香港人有讲过这个方法 你就把这一份 就是复制起来 然后 建一个档案 然后再选这两个档案 然后再选这两个档案 就选比较以选取 去看看有没有哪边 有什么不同 我问什么问题 空格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 比较关键不一样 空格那种就还好 在Jask中 这个没有很严谨 就是空格或换行都 还好 但是有些语言是很敏感的 所以有些语言你是不能随便 按Enter给它换旁边 那Jask中 蛮随性的还好 所以 然后 偶尔尔你分号往哪打 也不会怎么样 这样 但是你如果打错那些 对应的变数名称 函数名称 那当然就会 一定会有状况吧 好 所以你再注意一下 好 所以你可以对照一下 这份 如果有问题的话 好 那我们再往前推 那我们现在稍微知道 那个叫什么 那个 第三 它玩update 有这个Enter update exit 这离开 这三种做法 可以来个套用 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概念 再打回去 你的 Boutchart 打回去的时候 我们要的效果 我这个应该是没有那个动画 这个效果吧 这是第一次做的那个版本 我看看我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玩更好的版本 这个是不是更好 对对对 应该是像这个感觉 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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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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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刚这都是三个按钮 我们就继续玩三个按钮 但是三个按钮是按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是收益 所以那十年间收益最猛的15部片 照收益 bulge 第二か professional budget 花最多钱的电影 那十年间到这个 1994 第三个 comptar 热门度还什么的一个指数 那你看你观察一下目前的他这个结果 有那些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是 这数比是不一定一样的 是动态的状况 所以左边的这个清单会变 然后再来呢 revenue跟budget上面的颗度也会变 因为颗度的量 量级不太一样 revenue都是你看有到billion的 但是budget呢 budget好像都是最多到300million附近 然后popularity没有单位 它是一个数字 这是一个热门度还是什么的 一个量 一个数字 没有很大的数字 好 所以这三个都会变 你看 它差不多 所以popularity好像大概200 最多到200附近而已 所以你稍微妙一下 比如说你看revenue最猛的那10年是阿凡达 然后budget花最多钱好像是神轨奇航 然后popularity的第一名也是阿凡达 好 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些资料 它是有不见的 有变化性的 好 所以你当然你可以 以这个例子来讲 好像颜色没有做得很 区分度很高啦 但是你可以在 反正你已经知道这个原理了 所以你可以把这颜色变一变 就是离开就不见的啦 或是更新的 你可以再把最后的时候再把这些颜色 再做得更漂亮一些 好 所以这个是 这一段最后呢 想要完成的结果是这样子 把它切成这三个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要从原本的例子 迈向这边 中间到底要做哪些事 这一份 这一份 interactive barca 这一份 这份几页 19页 这份几页 好 我们想要套用更新的资料 在这个barca 上的这个技巧 所以首先第一步 请你先把 原本你最后完成的那个专案 复制一份 复制一份开始来修改 你去找你原本的barca 的专案 把它复制 copy一份起来 复制完之后去把它打开 这样子 就评约 对 有了 没有 滏 梦 都 打开它就应该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先 先run一次 确定没有投币错误 这样是最后那个 好像我们测试 我把系列写拉掉 我再把它换 系列写就是 把这两行换了 好 应该是长这样的样子 好 原本的状态应该是这样 好 那我们先做一些些吧 看一下 那新的跟旧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界面上就多三个按钮 就跟刚才那个例子一样 所以我们就顺着刚才那个例子的想法 往下来改 增加三个按钮 revenue budget跟popularity 所以第一个它要动的是html 还有一个class 来三个按钮 是什么 data name 创造成了 为了 创造成了 为了 我以为了 以赴 以赴 和 这 三颗 三颗 好 界面还有玩什么 好像就没 界面就跟原本其实是一样的 剩下都靠JOSQ去动 这张图标 按这三颗的时候去动 所有的东西 那 所以呢 我们先一步一步来 所以他这边写说 我们有三种要呈现的资料 就我们现在等于是 新的出来的这个图表 它不是一个聚合的状态 它比较是 筛选完成之后就把它绣出来 它不像我们上一个例子 把它聚合成 那个电影的种类 跟收益的变成 它是直接把原本这些资料 怎么样筛出那15笔 收益最多的就排完之后最前面那15笔拿出来 那但是有空间有限 把这三个东西轮流的呈现在画面上这样子 好 那 再来 所以第一个呢 我们先让收益的这个版本会出现 所以他就开始在动 收益怎么出现呢 收益前15笔 看起来好像比原本的简单许多 因为你现在其实就是只要把它照 那个收益来排序 排完之后呢 把前15笔 0到14的 那15笔留下来就完成了 对 所以其实比原本的我们之前做rawl的那个动作来说 应该是比较简单一些些的 好 来看一下 现在要做什么 man.js 然后不太会用到的 你可以折起来 这个data应该 还会用到啦 因为我们是要抓这十年间 但是就先折起来就好 这些都先放着 repair 8下data应该就是不太会用到的 因为我们 屏幕变了 Setup Canvas晚一点再说 先晚一点再弄它 所以剩下的应该就是这一段 所以我们一样是把这资料放进来 一样做相同的type的处理 所以这个type处理就是一个很多变的状况 就是你 如果你 如果你 做的题目没有需要那么多栏位 你在type阶段就可以干掉一些东西了 好 那我资料从这边进来 让呼掉的ready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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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边跳进来之后 feelter data还是做 因为我们是做那十年间的这些东西 所以feelter data还是做 但是 repair 8下data我就没有要做啦 对不对 这边这边就可以不做了 那当然就也没有发帐 data setup Canvas晚一点吧 晚一点的 这一行可以晚一点再做 要不然你现在这一行开的 应该就是一直会跳吧 因为前面东西都怪怪的 那当然你可以同时的去把下面 这边打开着 console开着 做一些观察 好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不是把 我们要拿到 前15名的 revenue的movies 看看是哪15个 对不对 大家定了一个const 然后呢 revenue data 去等于choose data choose data在哪里 还没出现 好 那我们写那个choose data 因为我们同时有三种状况 有revenue 那个popularity 还有budget 所以我们想要写一个choose data 是一个比较弹性的状况 输入你想要的指标跟带进这份资料 就帮我们找到答案回传到这边来 那因为现在是revenue 就对到revenue回来这样子 好 那choose data在哪里 就是 你忘记这门课 就是都是自己写出来的 所以呢 请就继续写 function choose data 那这个choose data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传进来的前面这个定区变数改名叫做metric 因为有很多种可能性嘛 所以我们就写个比较广义的名字 后面这边缆着命名的话就用 同一个 字进来 我跟讲义一样 讲义用movie clean 那我们就对写一样了 我把它传进来 所以你产生的这笔这个资料 就用movie 传进来的movieclean 去salt 排序 那你排序的原则是什么 每两笔资料进来的时候 后面的这个 剪掉前面的这个 就会是有大排到小 这样会是有大排到小 那但是呢我又不想要那么多 所以他后面再跟一个filter 去比较去抓到每一笔资料的index 然后呢只取出小于15的 那也就是你只会留下0到14了 然后再把这个资料 return出去 你就完成了这个function的设计 他真的有达成我要的效果吗 那我们就先 刚走到出来就好了 revenue 那有没有豐富 嗯有15笔 这15笔是什么呢 这10年间收益最猛的 第一笔是 阿盘达 对 第二个是谁 摩戒 第三名是 哈利波特 第四名是神鬼奇航 所以神鬼奇航虽然很烧钱 但是他收益也在很前面 然后 Finding Nemo 我没有想过这部片会 在这么前面 在那10年间 这部竟然这么慢 好 所以你 大概先知道说 这个反而Tuesday 这比较简 比相对我们之前做那个ROA的简单 因为他没有做什么巨盒 他只是 但是你要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是先排序 因为你原本的 原本你的资料的颗粒就是 一笔一笔 就是全部就是一笔电影 这样的资料 所以 大致上来说你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你应该会做几种动作 一种就是 局部观察 其实我还是这 几万笔资料 我只是从几万笔资料里面 抓出前15名 来做观察 这个就比较是属于局部的观察 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 改变 改变这件事情的颗粒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有些时候会听到 有人在讲这套分析 会讲到颗粒大小这种事情 他指的意思就是说 像我们的上个例子就是改变颗粒 你从 两万多笔 变成了 19个对比分类 你就在做改变颗粒大小的 这件事情 就是你更宏观的去观察一件事情 所以 资料分析其实在做很多时候 是从 透过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 资料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到了 原本那样看不到的东西 大概你就做出了一个价值 要不就是局部观察 你局部观察的时候 发现前15名 有什么特性被你抓出来 这个观察可能就有点帮助了 或者说你本来就是 目前要做的事情就是去 列出这个排行榜 那第二个就是像我们说的 上个例子 改变颗粒大小 观察电影的分类跟收益之间的关系 所以发现到 大家比较愿意去 花钱去看的片子 去电影院看的 还是动作片那些 就是你觉得 就是比较 票房比较好 所以你可能就会 得到一些结论 或是找到一些 蛛丝马迹 或是找到一个故事 可以讲 大概就有达到你的目的了